最新关注 关注民生大事小情 观众朋友周末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最新关注 节目的一开始 先来关注一组本周的民生资讯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引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 提出保证中小学生睡眠的三个重要时间 第一个是必要睡眠时间 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十个小时 初中生应达到九小时 高中生应达到八小时 第二个是学校作息时间 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八点二十 中学一般不早于八点 学校不得要求学生提前到校参加统一的教育教学活动 有条件的应保障必要午休时间 第三个是晚上就寝时间 小学生一般不晚于二十一点二十分 初中生一般不晚于二十二点 高中生一般不晚于二十三点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二十点三十分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 教育部日前就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稿对预防校园欺凌 防治性侵等多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从事抢险救灾或商业性活动 学校不得限制学生课间出教室活动 学校暂扣学生物品不得超过一学期 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向学生收费 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 教职工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不当得利 建立对学生欺凌等行为零容忍处理机制 学校应严格执行住职报告和准入查询制度 近期关于铁路学生票的相关规定有所变化 购票出行越来越便利 目前学生购买学生票不再受美学年6月1号至9月30号 与12月1号至次年3月31号限制 但美学年仅可购买4次 自2021年4月8号起 学生票优惠区间中填写的车站所在城市 按该站所属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发售 学生减价优待证记载的车站 是没有快车或直通车停靠的车站时 离该站最近的大站 可以超过减价优待证规定的区间 可以发售学生票 因此超过减价优待证上记载的区间乘车时 对超过区间按一般旅客办理 合收票价差额 不符合规定条件 超过减价优待证记载的区间乘车时 按全城全价合收票价差额 工信部近日印发通知 部署进一步抓好互联网应用 试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实施工作 发布了互联网网站 试老化通用设计规范 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 试老化通用设计规范 试老板是指从老年人视角出发 适合老年人的版本 明确试老板界面 单独的试老板APP中 严禁出现广告弹窗 移动应用程序中 无诱导下载 诱导付款等诱导式按键 此外 计算机网站应至少提供 全程键盘和特大鼠标 这两种操作方式 网页在提供特大字体 背景色高对比 文字放大和语音阅读服务 等辅助阅读的同时 还应提供简约界面版本 和信息影像化的人工智能推送形式 以支持老年人感知网页内容 获取服务 研究室犬肢登记系统微信小程序 于4月8号正式启用 并开通受理养犬登记申请 对不符合规定的书面告知 或者网络提示养犬人 不予登记原因及补班事项 对审核通过的犬肢 为犬肢发放识别犬牌 系统自动生成电子养犬登记证 说起热线大家并不陌生 无外乎受理投诉提供帮助解惑答疑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条热线 服务内容大体也是这些 不过与众不同的是 它除了有话舞员 接听和记录群众来电 有客服处理调度突发事件 还不断通过抖音 快手 微博 微信客户服务端 来秀自己 与用户展开线上线下的互动 它就是吉林高速客服热线96122 让我们来关注 吉林高速客服热线96122 是一条年轻的热线 于去年8月3号正式开通运行 业务范围涵盖全省4300公里 高速公路的路网运行监测 突发事件处置 事故报警 救援服务 ETC业务 路况咨询 投诉建议受理等 现在在全省各个区域分公司 设有13个分中心 共同完成全省高速公路的客服业务 同时我们还受理 9502全国ETC服务监督电话 日均货物量达到3000余个 最多的时候 一天的货物量达到1.8万 接通率超过99.8% 在吉林高速96122客服中心 还有一块醒目的大屏 它就是我省高速公路运营指挥中枢 吉林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控平台 那边热线人员在接到私承人员的求助后 这边路网运行监控平台 就能调度出现场画面 为接下来的救援提供准确的信息 据介绍 目前吉林省高速公路高清视频监控 已经实现全覆盖 而96122客服中心的 这个路网运行监控平台 及路网信息采集 数据统计分析 指挥调度 客户服务等功能与一体 作为我省高速公路运营指挥的中枢 为全省高速公路的顺畅通行 提供了有利保障 这个是咱们高速公路的一个路网图的一个简图 上面有咱们207个收费站的 开光状态 然后现在是有四种状态 开放是 绿色是代表开放 红色是代表管制 黄色是代表现行 其他是蓝色 然后比如说咱们恶劣天气的时候 收费站是否关闭了 然后这个会显示红色管制的状态 客服中心可以通过 提供省高速公路运行监测平台 这些监控画面 来监测高速公路的实时路况 然后给私乘人员提供 提示私乘人员提早规划路线 这块吉林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控平台大屏幕 也是客服孙家卫最常用的路况播报的背景板 极星高速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今天的播报员孙家卫 今天是4月6日星期二 全省高速公路情建多云 路况良好 均通行正常 孙家卫的播报会通过抖音快手等多媒体平台 传递给私乘人员 为他们规划出行路线提供帮助 除了室内 96122的热线直播 还会出现在省内各条高速公路上 通过直播人员的视野 展示吉林高速的畅通快捷和沿途的美丽风光 今天高速9612新媒体军阵平台 主要是发布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行业动态资讯 行业动态资讯 包括像今年的清明免费期间的 时段免费车型等一些信息的发布 同时也会发布高速建设情况 例如我们的龙普高速开通 我们同时也会为大家提供政策解读的服务 今天高速9612新媒体平台开通以后 取得了巨大的反响 当月开通以后 粉丝量就高达了两万多人 然后当月的阅读量总数是1700多万 吉林高速9612以后的建设的话 会根据当时的政策 我们来拍一些系列性的短剧 通过清景剧的话 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我们相关的政策和服务 以更智能 更高效 更便捷的服务手段 为广大高速公路出行者 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路网信息服务 科技引领 高效处置 快速反应服务优质 这是吉林高速96122的服务宗旨 也是他们前进的方向 如果你以后在高速上遇到了突发事件 别忘了拨打96122寻求帮助 也可以把自己在吉林高速上的所见所得告诉他们 通过吉林高速96122开发的各种小程序 分享给更多喜爱吉林高速的人 吉林高速科夫热线与时俱进 想办法更好的服务群众 下面的这一条 大安市也在出高招 为乡村小学助力 最近记者在该市采访的时候发现 当地几乎每所乡村小学都有乡村少年工 这些少年工所教的课程也是多种多样 包括足球 绘画 电子琴等等 丰富的课外学习内容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具体情况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大安市两家子镇中心小学校少年工里 同学们整齐地表演了他们排练的古乐 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告诉记者 这样的表演内容是学校少年工教学的成果之一 不仅仅是古乐 学校少年工还教授孩子们书法 纱画 编织等15种课程 我们毕竟是农村小学嘛 与城里孩子有很大的距离 自从我们开展这个少年工这个活动 让我们孩子在综合素质上提升了 在2019年我校的那个少年工书法竞赛到市里参加比赛 我们去了8名同学 6名同学获得了一等奖 两名同学获得了二等奖 两家子镇中心小学校有260名学生 该校的少年工是2016年建设的 里面的辅导员都是有专长的老师认课 学校少年工也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 市里每年会用给我们拨钻项款 而且就是对我们定期活动进行督处检查 王岳聪是两家子镇中心小学校四年级的学生 他在少年工里选择了舞蹈课程 原来他不爱运动 通过舞蹈课程他逐渐喜欢上了运动 我们可以暂时退出紧张的课本学习 去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不但放松了精神 更在第二课堂中受益匪浅 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知识 为了支持孩子们在少年工里学习 大安市各乡村小学 不仅在师资上想办法 还在硬件上布脑筋 大岗子镇中心校 为了让孩子们练足球 特意在操场上铺设了草坪 现在我们这个辅导员 对我们他那个专业化水平是非常高的 就不论是从音乐也好 美术也好 都是专科毕业的 而且都是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那个老师 担任我们这个专职辅导员 那说通过这些老师的带领呢 让孩子们在这个乡村 可以足不足复的就享受到 跟城里孩子同样的 优质的这样的课外活动教育 大安市23所乡村少年工 根据学生实际和需求 开设橡脚鼓 剪纸 纸浆画 书法 乐器 读导 棋类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各乡村少年工注重结合本地特色 少国镇学校的橡脚鼓 乐胜学校的纸浆画 四颗树香第一中心校的手工作品 联合香中心校的采泥作品 形成了一校一品的品牌效应 少年工的一校一品 我们学校主抓的是足球和纸浆画 我们一共有20个社团 分别是阴体美 书法 手工 一共五大类 然后我们的学生能够自由地去选择活动小组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农村的孩子 让他们培养兴趣爱好 丰富课域文化生活 在乐胜乡第一中心校记者了解到 该校有近300名学生 其中留守儿童就有七八十名 该校利用少年工场所 采取答疑解惑 劝服开导 疏导情绪 释放压力等方式 引导留守儿童消除心理障碍 因为留守儿童大多数都是爷爷奶奶 或者是外公外婆照顾忙 所以我们就是尤其关注这些留守儿童 让他们破坏一下视野 因为爷爷奶奶年岁比较大了 不可能说带他们去出去看外面的事件 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圣经工 就针对孩子的这一个弊端 然后开设了各种兴趣小组 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小组 大安市采用市文明委 市财政局 市教育局和项目学校负责人 四级审核的管理模式 对少年工器材配备 活动开展 师资队伍建设 档案资料管理 及经费使用规范等建设运转工作 进行管理 形成积极有制度 人人有责任 各个抓落实的完整管理链条 和严格执行机制 截至目前 全市18个乡镇 44所中小学校 已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工23所 受益总人数达5447人 乡村学校少年工 正在成为孩子们兴趣培养的沃土 社会实践的舞台 快乐成场的乐园 少年工活动 丰富了我们的科医生活 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农村 但是我们的科医生活 跟城里的小朋友 一样丰富多彩 大一是为了确保农村孩子 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不断地发展壮大 乡村学校少年工建设 我们所建的少年工 能让乡村的孩子们 在活动中体验快乐 在实践中激发潜能 在创新中助去未来 本周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收看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